第七百三十八集 晋纪时 晋怀帝永家六年 人参公元三百一十二年 春季正月 汉孤延皇后去世 嗜好为五元 汉镇北将军乐冲 平北将军补 进犯并咒 十九日包为晋阳 二十二日 汉主刘聪 奉司空王玉和上书令人的女儿 为左右昭仪 中军大将军王章 中书建范龙 左仆叶马景三人的女儿 都为夫人 右仆叶朱姬的女儿为贵妃 都授予金印章和紫色受戴 刘聪打算纳娶太保刘英的女儿 太帝刘苦苦劝谏 就这件事情 刘聪询问太宰刘延年 太父刘景 他们都说 太保刘英自称是周代刘康公的后代 与陛下不是一个族员 娶她有什么妨碍呢 刘聪很高兴 封刘英的两个女儿 刘英刘娥 为左右贵嫔 地位在昭仪之上 有纳娶刘英的四个孙女 都当作贵人 地位低于贵妃 就这样 六位刘师女所受的宠爱 占满了整个后宫 刘聪很少再出门到外面 正是都由宦官 中皇门传达 已故新野王司马兴的衙门将胡亢 在净陵俱众 自称楚宫 在荆州的地方上抢掠 任司马兴的南蛮 司马兴野人杜层为净陵太守 杜层营为三军第一 能穿铠甲在水中游泳 二月初一出现日食 石勒在隔北修筑营雷 将农民征税修造舟 打算进攻建业 狼牙王司马兴大规模调集江南的部队到寿春 任镇东长使纪詹为杨威将军 统领各军队来征讨石雷 遇到大雨三个月不停 石雷军队饥饿困乏 而且军队之中还流行疾病 死的人超过大半 又听说晋朝军队将要开来 又召集武将级参佐商议 右长使刁雍 请石雷先向司马兴求和 请求扫平和朔来赎自己的罪 等到司马瑞的军队退还江南 再慢慢地策划谋划他 石雷听后忧伤地大声发出常态 中间将军奎安请石雷到地势高的地方避水 石雷说 将军你为什么胆怯呢 当场等三十多个武将 请求各自带兵分路夜袭授春 斩掉武帝武将的头颅 占据他们的诚意 吃他们的粮食 想就在今年攻下丹阳 平定江南 石雷笑着说 这真是永将的计策呀 各自他们铠甲一副马一匹 石雷对张斌说 依您看怎么办 张斌说 将军您攻陷京城 囚禁了晋朝天子 杀害了亲王公庆大臣 凌辱晋朝的嫔妃公主 拔下您的头发 也不够来数将军您的罪过 怎么能再以臣下的身份 遵奉晋朝呢 去年杀了王弥 又不应该到这里来 现在几百里内上天不断地降雨 这是告诉将军 您不应该在这里逗留了 夜城有三个高台 防守坚固 西陵汉都城平阳 祖山隔水 四面都有要塞 应当向北迁徙战军那里 经营黄河以北地区 河北地区稳定后 全国就没有处在将军您上面的人了 晋朝保卫寿春 只是害怕您去攻打寿春罢了 他们听说我们离去了 对自己能够保全 而感到高兴满足 还有什么功夫 堆积我军的后部 施行不利于我军的行动呢 您应当派自众队伍 从北面的道路先行出发 您带领大军队 开往寿春 自众队伍走远后 大部军队再缓慢回撤 还忧虑什么进退无路呢 石雷捋起衣袖 浮动胡须说 刚军的计策好啊 又责备刁庸说 您既然作为我的辅佐 又应当与我共同成就大工业 怎么能催促劝说我投降呢 出这个计策的应当杀头 但我一直很了解您 知道您胆怯怕事 所以特地原谅您罢了 于是把刁庸便处为将军 提把张兵为右掌使 号称右侯 石雷带兵从隔北出发 派石虎带领两千骑兵开往寿春 遇到晋朝的运输船 石虎的部将兵士争先攻取 结果被纪瞻大败 纪瞻追击了一百多里 追上石雷的军队 石雷排好兵阵等待 而纪瞻不敢攻打 退还到寿春 判主刘聪封近怀地为快击竣功 开辅一同三思 刘聪和颜悦色地对怀地说 您过去当豫章王 我与王五子拜访你 王五子向你称赞我 你说久闻大名 送给我踏木梁公和银雁台 您还记得吧 怀地说 臣下我怎么敢忘掉呢 这遗憾当时没有及早地认识龙颜 刘聪说 你家的亲骨肉 为什么这样互相残杀 怀地说 大汉将要承接天意 作以自相驱逐 互相杀戮 这都是在替陛下扫清道路 这是天意 不是人能决定的 再说 我家如果能尊奉五皇帝的大业 让九族和睦相处 陛下从哪里得到天下呢 刘聪听得高兴 把小刘贵人给了怀地做妻子 说这是明宫爵的孙女 也好好对待他 爱宫拓拔其卢派兵救援进阳 三月十四日 汉军队败退而逃 补带领布众先逃跑 乐冲擅自拘捕了补和他杀了 刘聪勃然大怒 派使者拿着符节杀了乐冲 刘聪纳娶他舅舅的儿子 俯汉将军张的两个女儿 张辉光张立光为贵人 这是太后张氏的主意 扬州主部马防对张鬼说 应当让武将出征 以辅助拥戴朝廷 张鬼接受了这个建议 急速将习文传播关中地区 号召共同尊奉辅佐秦王司马役 并且说 现在派遣先锋都户宋沛 率领两万步兵和骑兵 直接奔赴长安 西中郎张带领中军三万军队 五位太守张 率领两万活人骑兵 陆续出发 夏季4月16日 睁南将军删减去世 汉王刘聪封他的儿子刘福为渤海王 刘继为济南王 刘鸾为燕王 刘洪为楚王 刘力为齐王 刘权为秦王 刘超为魏王 刘池为赵王 因为余歇供应不上 所以刘聪又杀死了左都使者 湘陵王刘绿 温明灰光两座宫殿没有建成 刘聪又杀死江座大臣 望督宫禁灵 后来 刘聪跑到焚水观看捕鱼 一直到黄昏深夜都不返回 东军大将军王章劝谏说 近来看到陛下的心动 我实在是痛心疾首 现在渔民们归附汉的心意并不确定 心中依旧还深深的思念浸潮 这种心情非常浓烈 刘坤虎视眈眈尽在咫尺 刺客到处都有 帝王轻率地出行 一个人就能把您刺杀 希望陛下改变过去的做法 养成新的好习惯 那么百姓都会因此感到非常幸运 刘聪勃然大怒 命令杀他 王章的女儿王夫人在一旁叩头 祈求宽恕 于是把王章囚禁起来 太后张氏 因为刘聪的刑法过于严苛 三天没有吃饭 太帝刘役 谈于刘灿 带着棺材 冒死恳切地劝谨 刘聪怒通通地说 我难道是暴君节昼吗 你们却来哭活着 太在刘延年 太保 刘英等宫庆大臣 列后一百多人 都摘去投官哭着说 陛下功高得厚 从古到今 很少有人能够与您相比 古代有唐瑶鱼顺 今天则是陛下 但近来因为物资稍微供应不上 就杀王公 直言冒犯您的旨意 就马上囚禁大将 这是我们心里非常不理解的做法 所以大家对此深感忧虑 甚至于到了 废寝往事的地步了 刘聪开探着说 朕昨天大罪 这些不是我的本意 不是你们说起 朕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 美人刺白痞不薄 还适中拿着符节赦免王杖 先帝刘渊依靠您 如同依靠自己的左右手一样 您立下的在世之功 朕怎敢忘掉 这次的过失 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 您能够尽心忧果 朕是朕所希望的 现在提升您为票棋将军 封定乡军功 朕将来再有做的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还希望您多多指正 朕将军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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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